中兴分教夫妻派出所 之前接到有人报案 公车停在中兴新村 第3市町旁边的停车街被人偷走 建宏也想到外附近的減逝去 发现车量 虽然有开金过第3市町 但若没离开 M盘应该是寄不到停车的地方 建宏在到报案民众在附近 沿路找车 结果在市町附近 公英国秀旁边的门 附近的路段找到车 中兴分教夫妻派出售环境 之前接用科学入住报案 公中兴将车停在中兴新村 第3市町旁边的停车街 去买中党等 要离开时 发现车量比头开走 本案是日前 同仁接受到民众报案 第3市场 有自小客车召窃 那同仁到达现场以后 来询问许姓民众 许姓民众 说他当天下午到第三市场 来买便当 买完便当以后出来 发现自小客车失窃了 京凌方钓出售环路口的禁锡 发现高兴路主 不久之前有开车 经过第三市场 所以没发现车量离开 环境破断 越多可能 既不到停车位 在他在附近顺客 结果在附近公英国秀 旁边的门头前路段 找到车 那同仁 在当下立即来调跃入口监视器 发现该自小客车 并未离开本辖 经过了半个多小时 来寻找在光荣东路 来发现该妇人 是停放在光荣东路 该自小客车并未失窃 许姓妇人对同仁 能够积极的来寻找自小客车 表示这个警察同仁的辛劳 非常的感谢 警方豪佑停车时 应该观察周围環境 尽量停在商店头前的停车街 便要记得走起来 也能够逼上去路 挑变车量比头走 那才是不记得停车的地方 记者险心 长报道